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馬上將麥克風交給馬牧師跟我們分享 有錄影的說話就要小心一點 小心點說話,避開地雷 你幫我做這個工程,我給你們一個顏色 很高興,有今天和明天的時間 在座我都認識,因為都是我們教會有些人來聽 其實可能聽過我講過很多次 不過每一次聽都,好的東西不怕再聽一次 有很多人都在這裏遇到 今次講的題目是我很想講的題目 所以我完全沒有後悔答應了來這裏分享 在我說的時候,我都是求聖靈一齊幫我預備 我面對的問題就不是沒有話說,是太多東西,不知道說什麼好 因為說起辛苦這一個主題其實是太豐富 第一,太多東西,不知道哪些東西才適合大家聽 聖靈是要大家聽 所以我祈禱來之前,聖靈你幫我去準備 但是來了之後,上一台,我的討告就說聖靈 你要講什麼,你就可以說 不要被我所預備的限制 所以大家應該有一個鬆動 就是有時候不一定跟著我的屁股 大家可能沒有,你手上沒有屁股,是不是 沒有屁股,我是有的 我不會跟不到我的屁股 不過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屁股是怎樣 原來大家就會知道 所以我們開始之前,我們做一個祈禱,好嗎 聖靈,我真是求你來幫我們去明白 因為這個題目不只是說用頭腦去明白 是要用我們的心去明白 我求你在這個時間,你來到takeover這個時間 講完每一個大影節目的心 叫我們今晚在當中,我們能夠 真是知道神,你要我們知道的 不是只是頭腦知道 我們的心是被感動,我們的心是被激動 我們是更加明白神是多麼的愛我們 更加明白我們的身份是怎樣 我們這樣的祈禱奉靠耶穌的命靠 Amen 我剛才說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講這個題目 因為這個認識神是新郎 是改變了我整個人生和侍奉的 如果不是這個認知呢 我現在不會站在這裡講這些 我現在也不會在做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我都不是說我以前做的事情不好 是很好的 我在教會裡面做主任牧師 都是25年的時間 是很努力地在教會裡面去服侍 也都每個禮拜都預備講到 都是很忠心去講到 但是這個我今晚這兩天所講的事情呢 它是改變了我家 和很多人的生命 或者這樣講呢 是改變了這一代很多人的生命 因為神他來 他不要看到一間 不冷不熱的教會 他要一班呢 好熱心 愛他 火熱 為他瘋的人 去迎接耶穌弟子的回來 所以這個是聖靈的工作來的 其實呢 要離開一間 你起碼對我自己來講 如果不是聖靈搞到我這樣呢 就是我不會離開一間 25年工作阻隔證信會的 因為是太過安全在那裡 就是 教會又對我不錯的 就是 因為我所需要的都供應的了 照顧得很好的 但是為什麼你要離開這麼安全的環境 去到 去一個你完全未知之數呢 就是因為那個 對神那個的愛 還有 既然人 做人 未為神瘋狂過 現在有機會 死之前為祂瘋狂 為什麼不瘋狂一下呢 就是 反正都是要死的嘛 那信了一輩 都是 好像沒有什麼瘋狂的事情 做到出來 為耶穌的緣故 嘿 死就死啦 這樣就生了 因為聖經說呢 你為耶穌死 你一定會得生命的嘛 是吧 所以我 就是鼓勵大家 你如果未為耶穌瘋狂過你 一生人你總要為祂瘋狂一次吧 如果不是你的信仰 就好像一條鹹魚一樣 是吧 如果不是你的信仰 你信來做什麼呢 那難道就是每個星期回去 回去聽道 都是好的 不是很差的 不過又走不出道 很想這樣 又做不到 所以這一個我們的認識 我希望呢 這兩天不只是頭腦的認識 是我們的心呢 是被神的美麗去奪取了 以致呢 當我們被神的美麗奪取了呢 我們就會瘋狂的了 因為呢 唯有愛使人瘋狂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愛一個人呢 是可以為他瘋狂 我們都明白 拍過拖的人都明白 當你追一個女生的時候 你會為他瘋狂 就是我其實追過一個而已 其實都不是一個 認真的追過一個 不只是 是 這些交代了 你們是 就是不止 應該這樣說 以前都是很多人追我的 不過我真的追人 就是一個真的認真去追 就是瘋狂的 那我講不到很多經歷給大家 但是大家會有的 你會知道我講什麼 你愛一個人 你愛你的太太 你愛你的丈夫 你是會為他瘋狂的 你會做一些令他覺得 為什麼我以前可以這樣做 現在我做不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這個愛令人瘋狂的特性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性 神造你 是為了叫我們愛他愛得瘋狂的 不是叫我們愛這個世界愛得瘋狂的 你愛這個世界愛得瘋狂 你一定死定了 因為這個世界的回報就是 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就是焦慮 但是愛神 對神瘋狂的回報 如果你說回報就是 你永遠 你一世人 有生之年 墮入了神 那個長闊高深的愛 在裡面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今天香港的教會 變成不冷不熱 為什麼今天教會 只是講多個做 為什麼仍然有這麼多人 還沒信耶穌 為什麼敬拜 那些肉在動 那些皮不在動 為什麼只會說不做 為什麼聽這麼多講 都行不出來 其實我們基督徒是很想做的 不過我們沒有那種動力 什麼動力 是愛的動力 是那種愛神的動力 所以聖經說盡心盡 盡意盡力 愛著你的神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你有這個動力的話 你可以為神去瘋狂 當我們認識神 神讓我們認識到祂是我們的愛人那一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為祂瘋狂 不過我在這裡要一開始就澄清 我講這個的認識耶穌是 是新郎 或者認識神是新郎 我們不是在講人世間那些的情愛 人世間男女的情愛 所以你不要說 耶穌是我的男朋友 耶穌不是你的男朋友 耶穌是你的主 是你的神 祂是新郎 聖經裡面用這樣的描述 是要告訴我們聽我們的位置 要是要告訴我們聽 那個很 pure 很單純 很純潔 好像一個新娘等候新郎 那個純潔 是告訴我們聽 我們是有這樣的位置 一個status 一個identity 一個身份 是可以跟神建立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所以當我在這裡講下去的時候 你不要想 噢 哇 耶穌是我的bride friend 真是好 那那些男的怎樣 男的 噢 耶穌是我的 又是 your girlfriend boyfriend 我們不可以用這樣去比喻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靈裡面的超越 Amen 一早就開始講明 以致我們能夠有這樣的超越 就是我們在講一個地位 一個身份 我們是可以很近去到神的面前 去跟神是有一個很親密的溝通和關係 Amen 在末後的時候 甚麼令我們瘋狂呢 敬拜 是會令我們瘋狂 因為敬拜是甚麼 敬拜就是全心全意 甚麼是敬拜 就是你去拜那些值得 你表達敬意和欣賞 還有你對他那種的迷戀 你去拜他 這個世 末後的時候有兩個敬拜的運動 一個就是撒旦的敬拜運動 一個就是耶穌神的敬拜運動 聖經裏面 在啟示六十四章九到十一節 那裏告訴我們 有第三位天使 他這樣 他就大聲說 如果有人拜壽和壽像 在額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記 這些人也都必喝神大露的酒 這些酒針在神憤怒的杯裏面 是唇一不集 他要在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和硫磺裏面痛苦 他要受痛苦的煙向上無 直到永永遠遠 那些拜壽和壽像 受他名印記的人 昼夜不得安寧 有兩個的敬拜運動 一個就是拜壽的敬拜運動 一個就是拜神的敬拜運動 所以在末後的時間 我們是無得選擇中間路線 你一是就這邊 一是就是那邊 因為你怎樣認識你的身份 就驅使了你去哪一邊 如果你不認識到你是神的辛苦 你就很自然會去了拜壽那邊 因為我們都是活在這個天空熟靈氣 惡魔的爭戰的底下 我們活在一個巴比倫的系統底下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在末後的時間 有一些人他是拜這個壽的 這些拜這些的人 他是會跟這個壽 是一同的面臨一個很悲慘的結局 這些拜過的人 他們是受了印記的 是永不得安寧的 同樣那些拜耶穌的人 也是受了印記的 神給他們一個新的名字 也都是直到永永遠 不過不是永不得安寧 是永遠在永恆的裏面 去驚探我們所信的那個神的美麗 以及驚探祂的作為 在永恆的裏面 所以兩個的運動 是我們到現在是可以選擇 但亦都是沒得選擇 因為為什麼呢 你認識你是誰 就決定了你選擇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認識你是耶穌基督的辛苦 好自然你會選擇去愛這個新郎 好自然你會選擇去敬拜這個新郎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但如果你沒有這個認識 你就會被這個世界的風影響了你 被這個巴比倫的系統得著你 你就會好自然地去敬拜這個手 到了最後你不能回頭 你不能回頭 你不能回頭 因為你已經泥足深陷 在啟示錄第五章第九節到第十四節 他們唱新歌說 你配拿著書卷 配揭開七印 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神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 作祭師歸於神 他們在地上執掌王拳 我又聽見 我又看見且聽見 寶座與活物 並長老的周圍 有很多天使的聲音 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 他們大聲說 曾被殺的羔羊 是配得權兵豐富智慧能力 尊貴榮耀重贊的 我又聽見天上地上地下滄海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一切去敬拜神 但願眾贊尊貴榮耀權勢都歸比楚寶座的 和高揚直到永永遠遠 四活物就說阿門 眾長老有虎伏敬拜 這裏是說一個永恆的敬拜的運動 永恆的敬拜運動 不是在永恆開始 是在現在就開始 是那些能夠 心裏面承載著永恆的那些人 我們已經在做一個地上的寓演了 Amen 我們現在正在做地上的寓演 我們正在重演天上這個永恆的敬拜運動 所以這個我們對神認識 這個認知 祂是新郎 這個認知是多麼重要 因為當我們明白我們的身份的時候 我們就和眾天使一起 在這裏去敬拜 今晚我們在這裏敬拜 眾天使和我們一起去敬拜 千千萬萬的天使和我們一起去敬拜 所以我們被這個感動在神的裏面 就是說主啊 我們現在就要決定進入那個永恆的敬拜運動 敬拜耶穌的運動在裏面 Amen 是由現在開始 是由今天開始 所以敬拜不是我們剛才一個多小時 或者在星期日我們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的敬拜 敬拜根本就是我們的生命 根本我們的生命就是一個敬拜 當我們的生命是一個敬拜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活在永恆的裏面 或者這樣說 是永恆已經入侵了我們的人生 所以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我不需要懼怕 因為永恆已經在我們當中 你知道嗎 現在永恆已經在我們當中 我們不需要懼怕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是跟天上面是連線的 I cloud I heaven I eternity Amen 我們是連接於永恆的 所以我們的看東西是一個永恆的角度 我們讀聖經是一個永恆的夢想 我們相信聖經的話語能夠幫我們 帶我們進入到永恆 所以剛才我講的第一個就是 末後有兩個敬拜的運動 其實今晚是一個引言 今晚是一個引言 所以其實今晚不應該說得那麼激烈 因為是引言 如果今晚很激烈 那我明天會怎樣呢 如果今晚說得很激烈 明天沒了聲那怎樣呢 但是你站在那裡就不到你控制了 是吧 聖靈呢 聖靈呢就是 啊 啊 開啟了你 英文叫 就是綁架了你了 是吧 你看到你就做到了 你看到 你的將來在永恆的裏面 跟神一起這樣敬拜 你現在就能夠活出這樣的生命了 你如果看不到 你現在就是好像一條蛇那樣啊 好像 好像不像人那樣啊 因為你看不到 你怎能看到呢 就是我們憑信心的人 我們看到 你看到 你看到嗎 我們是同意 長老 和這些眾天士在永恆那裡 在驚奇的裏面去敬拜神 你看到你現在就是這樣 你看到就是這樣了 你看到就活出來的了 所以不是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是控制我們的生命 是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控制我們的生命 是熟靈的東西 控制我們今天 怎樣做一個基督徒 怎樣去過我們的每一日 教會是基督的神父 這一個的啟示 其實教會 在新約聖經裡面 或者在舊約裡面 都有不同的表達 特別在新約的裡面 當聖靈開始了教會 當耶穌基督祂講關於教會 當保羅祂去論述關於教會 有曾超過一百種不同表達的方式 有不同的圖畫 去描述教會是怎樣 是軍隊 教會是一個聚集 教會是戰士的集會 教會是一班信主的人走在一起 好像一個家一樣 有不同的一個表達 但今天我們集中的去思想的 就是教會是基督的辛苦 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節 很容易記得 222 耶穌講一個比喻 他說天國好給一個王 為他兒子擺設一個取親的現跡 如果這個比喻為他兒子 這個王就是天父 他兒子就是耶穌 這些解經101 你不要說不是 我不是啊 我有另一個領袖 這樣就祝福你了 是吧 因為我看不到 這麼多適經書 有第二種領袖 我來到阿門 就是說 耶穌講這個比喻 其實就是講一個天父 他兒子擺設取妻的現跡 馬太福音二章十九二十節 耶穌對他說 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時候 陪伴的人豈能禁食呢 新郎還在 他們不能禁食 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 那天他們就要禁食 這個就是有些法利塞人 去挑戰耶穌的門徒 為什麼施洗因為我們的門徒 經常禁食禁到這樣 為什麼做耶穌的門徒 大肯大食 又去婚宴 又去罪人 請飯又吃 包心刺肚 包心刺肚 應該都不吃過 那些 視為不潔的 全部都不吃的 他不斷吃飯 為什麼不用禁食 為什麼不遵守摩西哥律法禁食 耶穌說什麼 他說新郎在的時候就不禁食 那是在說誰 耶穌 當然是在說他自己 解經101都認識 101就是最基本課 是人都認識 這個是在說耶穌說 他跟我一起的時候就不用禁食 我走了之後就要禁食 那今天我們要禁食 真慘 是不是 但是跟耶穌那些門徒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跟新郎在一起 所以就不用禁食 跟新郎在一起就開心 是不是 啟示錄第19章第7節到第9節 那裡說 我們要歡喜快樂 將盟要歸給他 因為高陽的婚宴的時候到了 辛苦也都自己預備好了 就蒙恩得川光明結白的世麻衣 這些世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天使吩咐我說 你要寫上 凡被請負高陽的婚宴有福了 又對我說 這個神是真實的話 啟示錄說 這個高陽的婚宴 我們在這裡預備著 我們這一世人在這裡預備著 就是高陽的婚宴 哇 多棒啊 真是 你有沒有預備過婚宴啊 我預備過兩個婚宴 一個自己 一個女兒 是不是很開心啊 當然很開心 預備自己那個 就不是很認識的很開心 是不是 那時候23歲 是不是23歲 是 沒有什麼錢 但是都很興奮 我們那些媽媽說 欸 不用錢的 不用錢 喝了兩天 將我們的積蓄 兩晚就吃光了 但是很開心啊 覺得值得啊 因為我們一結婚就去讀神學 我們做了六年 工作 操了錢 然後 讀神學 那原來 就是我結婚的條件 我求婚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 沒有求婚啊 我們那時候不明求婚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求婚搞到這麼大陣仗 又 又Post上Facebook 又黑意啊 又有直升機 又支旗啊 沒有呢都是沙灘 搞我們以前好像沒有求婚這件事啊 我們聊聊聊 不如我們結婚 我說好啊 這樣而已 我說結婚就好啊 好啊 不過有條件啊 什麼條件啊 我說如果結婚就要跟我一起去讀神學 結婚就要跟我一起去讀神學 結婚就要跟我一起去讀神學 是一個套餐來的 她說 是啊 我一直都很想讀神學 不過 我還沒結婚 媽媽就不太放心 如果結婚了 有人在一起 我就要去的了 而且結婚了 如果不去 不盡快去呢 就不用去的了 哎 老婆那件事通常都很有道理 這樣啊 挺有道理啊 那時候 不過真的沒有心思想 想想可能就不會了 是啊 所以我們結婚之前 我們差不多 儲了些錢 擺酒 然後給媽媽 沒有錢 去讀神學 所以其實 但是都很開心啊 很興奮啊 第二次 第二次女兒結婚 都是很興奮啊 是不是 跟她籌備這個婚禮 不在香港 在台灣籌備婚禮 很開心啊 跟她 哇 當然很開心啊 台灣的酒席是三分之一 香港的價錢啊 真的 哈哈哈哈 真的 香港一萬元一圍 那裡三千多元圍而已啊 港幣 很開心啊 真的可以很豪啊 意思是 可以很豪啊 哇 五十圍啊 真的 是不是可以很豪 香港不行啊 哪有這麼多錢啊 哇 真的很開心啊 而且 而且能夠可以看到 這麼多 這麼多弟兄姊妹啊 這麼多朋友 一起來 真的很開心 如果說我們基督徒的人生 其實就是籌備 高揚的婚禮 你開不開心啊 會不會扭轉了 對你所有侍奉那種的 那種的形象呢 那種的黑苦呢 那種的痛苦呢 哇 原來我們在這裡籌備婚禮啊 哪個的婚禮啊 耶穌的婚禮啊 那哪個是新郎啊 耶穌呢 哪個是新娘 我們啊 我們自己籌備著自己的婚禮啊 並且在籌備的過程裏面 被耶穌搞定我們啊 搞定 是吧 怎樣搞定呢 除去顛污咒人等類的病啊 Amen 哇 是不是正啊 就是我們在籌備的過程裏面 被神去淨化了啊 我們成為一個無瑕疵的身父 去迎接新郎 你說這個不興奮嗎 你說這個的啟示和認知 不是不會叫我們做基督徒 做得很興奮嗎 會拿走那些的沉悶嗎 以忽所書 過不了後書十一章 十一章第二節 它都說 我為你們喜的憤恨 願是神那樣的憤恨 因為我曾把你許配給一個丈夫 要把你們如同貞結的同女 保羅說 保羅說 我真是很羨慕 我很憤恨 我很忌邪 因為呢 你是一個什麼 是許配一個同女 一個精結的同女 要獻給基督 喂 他是跟哪間教會講 他跟哥林多教會講 哥林多教會是什麼背景啊 是一間很淫亂的教會啊 你看哥林多教會 哥林多前書 你會看到那間教會 是很多問題的教會 是一間很骯髒的教會 是一間沒有希望的教會 但是聖經這裡說什麼 哇 保羅說 我懶惰 for you 我為你而呢 很疾度 很憤恨 因為 因為他 這間教會 這幫人 是許配給一個丈夫 好像精結的同女 那樣獻給基督 以法所書五章三十一 為者緣故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個是極大的奧秘 但我指著基督和教會所講 人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個是一個奧秘 這個奧秘是什麼呢 是指著基督和教會的 原來我們人世間的婚姻 這個二人成為一體 這個合一 這個聯合的奧秘 是一個奧秘 是指著基督和教會的 合一和聯合 所以我很想說 其實我們面對著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 戰進 一個逐步的啟示 就是在聖經的裡面 原來發現 在舊約和新約的裡面 神在不同的時間 他就揭開一些奧秘 奧秘的意思就是說 神的revelation 神的啟示 神的感動來到 那個以前不知道的 現在被揭開了 所以一路以來 教會對他身份的認知 是藉著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認知 所以今天有不同的教會 是被建立起來 包括羅馬天主教會 他開頭都不是 都是 應該這樣說 他開頭都是 是由 一路信耶穌這樣傳下來的 是吧 是他們所認知 他們所認知的主 他們去怎樣表達出來 所以在歷史上面 教會對 他自己的身份 有不同的認知 也對神的身份 有不同的認知 以至今天我們成為 有這麼多的宗派 有這麼多不同表達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看 我們相信 聖經有一個 一路一路一路啟示 意思就是說 聖經裡面的啟示 聖靈它會做一個工作 就是會叫我們 越來越明白 在末後的時間 神的心意是什麼 所以 我們說 這個漸進的啟示 就是如果 旧約的人 旧約的人 他看希伯來文聖經 他看五經 他未必看到 原來有個救主 尼塞雅 在先知書的 他們寫這些先知 說先知 譬如以彩亞先知 他寫 他預言有一個 博人的君王要來 他寫的時候 可能不是很多人明白 他指的是什麼 但是今天 我們站在這個位 我們會明白 先知以彩亞所預言的一個 尼塞雅 就是今天 那個愛我們的耶穌 是為我們死的耶穌 我們是越來越明白 耶穌的身份 還有神 在他生命裡面 那個心意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今天 明白 要認識 教會 是基督的辛苦 其實 就是去到一個 末後的時間 我們對教會 我自己覺得 一個最後的一個 對教會身份的認知 因為這個認知 是能夠幫我們面對 這個末後的最艱難 還有最黑暗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 我們這麼多人 過去十年 可能過去十五年 我們對這個認知 是完全不會突出的 我們讀聖經 我們會讀到這些經文 但是我們不覺得 哇 這個是這麼重要的 但是在過去十五二十年前 突然之間 我們對於 教會是神的辛苦 是基督的辛苦 這個的認知 和感動 是越來越強烈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在這裡 去講這一件的事 我們盼望能夠扭轉我們 對神的認識 以至我們整個生命 會被扭轉 我們對神 可能認識他 是一個君王 可能對他認識 是一個很公平公義的神 是一個也是慈愛的神 但是今天聖靈 要我們知道 他是新郎 他會回來迎接我們 他是我們的丈夫 神是新郎 所以這一個 我們說循序漸進的 一個啟示 叫我們今天來到末後的時間 我們對這個 我們說 bridal paradigm 一個新郎的認知 一個新郎的模式 我們對新郎 神是新郎這個認識 我們要很掌握得到 就是說 是呀 我真是很願意去明白更多 那究竟我說這個 對教會 是辛苦 耶穌是新郎這個認知 是甚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由現在開始 本來我們沒有戴眼鏡的 我們要戴起眼鏡 那裏有一個鏡片 我們透過這個鏡片 我們會看到 我們跟神 有一個很暫身的一個看法 還有也知道明白 神對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 是兩面的 一方面我們對神有一個看法 另一方面是神對我們有一個看法 其實這個看法 在永恆之前已經這樣看了 不過來到末後 神揭開這個 我們說揭開這個面紗 這個vail 攔阻我們明白的面紗 為甚麼呢 因為去到這個時間 神給我們知道 我們已經是一個很末後的時間 這個是一個很末後的時間 所以神就揭開這個最後的面紗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這個應該是一個最後的面紗了 就是讓我們認識到 原來我們所信的耶穌是新郎 他很快要回來了 原來我們的神 是一個 他是這樣看我們的 我們可能以前知道神是愛 神是公義 神是聖結 神是充滿憐憫慈的 但是我們知不知道神是新郎 我們知不知道 他是我們的愛人是丈夫呢 或者我們只是可能看 我們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 這些都是對的 但是我們會不會看到 原來耶穌基督就是那個 要接我們的新郎呢 啟示錄第22章第17節 21日很快了 聖令和身父都說 什麼呀 來 是聖令和教會 align 對齊 對到齊齊齊 可以一起發出這個呼籲 來 哇這個呼籲不得了 現在聖令和教會 未align 未對齊 很多時候聖令要這樣 教會自己做自己的事 教會忙於自己的事 都不去察驗 現在聖令在做這筆事 教會很難改變 是吧 50年不變 真的形容教會最貼切 不會形容香港 香港正在變 變得很快 我知道有肉領 所以我不會說太多了 香港的問題 我說回熟靈的問題 OK 我教會人就怕我在這裏說 說回熟靈的問題 其實 其實神一路都是這樣看我們 其實神看我們是無變 不過是我們對神的認識要改變 以至我們能夠面對這個末後的境況 剛才說教會五十年不變 即是不變的 很難改變的 聖令要變都是很難的 根本沒有空位被聖令改變 是不是 沒有任何的空位被聖令改變 所以 很沉悶 大部分都沉悶 少數不沉悶 其實人很怕悶 以前木會 現在都沒有會的 不過現在很多人幫忙木會 以前 每個星期坐在這裏 那張椅還是很不舒服 我過台上的那些耳 很想睏眼睡 但怎麼可以睏眼睡呢 你是主要牧師 那你睏眼睡 下面的人 就 一起睡 雖然你不睏他們都睏 是不是 不過如果你睏他們更睏 很沉悶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一種聖令那種動力 和激動在當中 每個崇拜都是這樣過 每個崇拜都是這樣 五十年不變 做事不變 很難容納得聖令 在我們當中 去改變我們 因為我們很少問聖令 我們很多開會 但我們很少問聖令 但是今天神要改變我們 Amen 祂要改變我們 對祂的看法 以至我們整個在教會裏面的表現 都要改變 所以我們說 如果神是新浪 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們要換上 一個鏡片 或者戴一個鏡片 就是我們看到神是不同了 而我們也知道神看我們 也都是 原來是這樣看我們 原來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看我們 不過我們不發覺 現在我們發覺了 我們原來是基督的身父 原來聖令和身父會有一天 一起同心合意說 來 來 這個是聖令和教會發出一個最厲害的 最有力量的一個呼籲 就是說來 耶穌你再一次回來 新浪你再一次回來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 和我們同行了很多年的戴面一牧師 他這次剛剛我們在台 在高雄回來 他說 一直以來他都讀這節的經文 在祈禱的時候 當他去讀的時候 他很渴望的時候 聖令都跟他說 未是未是未是 教會和聖令 未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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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想他說好像在兩個月之前 他在埃及有一次敬拜 是和埃及的教會一起去敬拜的時候 他突然間 突然間聖令跟他說 跟他說 他說敬拜的時候 好像他不在這裡敬拜 但其實他人在這裡 但好像被提到去另一個地方 他一起敬拜的時候 聖令就說這個是時候了 聖令和神父很快會一起 一起說來 是這個時候 cry out 是這個時間 哇我們聽到很感動 因為為什麼呢 埃及就是這個highway nineteen 這個幹道十九 以賽亞書十九章那裡講到 三個國家 是不是 一起去敬拜神 阿朔 埃及 敘利亞 和以色列 和以色列 一起去敬拜神 神 這個是最後的 最後的 最後最後的一個 頑固的形容 是我們如果 華人來說是一個 回歸耶路撒冷 最後一個 一個終點 原來 他在埃及 阿朱 阿朱 在埃及的時候 敬拜神 因為耶穌很快回來 你沒有時間 你沒有時間 跟耶穌建立一段 愛情的關係 如果你的生命 就是充斥著 很多的時工 很多的服侍 完全你不覺得 哇神是我的 自愛 這樣有什麼為呢 如果你做一切 都是因為一個工人去做 不是因為愛人去做 那有什麼好處呢 所以神他是興起一個 什麼呢 一個恩愛成病的辛苦 然後將一個的恩典 給他 什麼恩典呢 就是這個辛苦的親密 給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 bridal intimacy 一個辛苦的親密給我們 叫我們從來沒試過 這麼貼近耶穌 Amen 你有沒有一個的夢想 一個的冒險 說耶穌給我這一生 叫我從來沒試過這麼貼近你 叫我從來沒試過 跟你有這麼親密的關係 忘記了那些的侍奉 忘記了那些的 那些的必須 我只是要愛 要瘋狂的去愛你 夠沒有呢 夠了 如果我們不能夠這樣去愛耶穌 不如不要愛 耶穌最不喜歡那些不冷不熱的了 套出來 是不是 要是冷 不用理你嘛 魔鬼撒旦和耶穌都不用理你 要是熱 瘋狂為耶穌 不冷不熱 收檔 聽一下演唱會好了 去一下旅行 神祂要興起什麼 恩愛成病 的一班人 Love sake 就是 愛耶穌在那裡病 神經病 愛到病 祂要拿走那些什麼 那些熟靈的 那些的沉悶 和那些的被動 沉悶和被動 是孖生仔 是一個銀兩面的 哇 你敬拜敬拜 坐在那裡 感動得哭了 一滴眼淚都沒有 敬拜我們一起起立 慢慢起立 好像要死 要他死 我們一起呼喊 三聲 Hallelujah 不幼稚的 跟隔壁人說 耶穌愛你 生氣了 我有一次 去一個教牧聚會 全部都是牧師來的 請我去講 我都不記得講什麼題目了 一上去 當然是破冰 跟隔壁人說 耶穌很愛你 哇 有一個馬上被冒犯 很生氣 然後散去之後 衝上來前面 耶穌一直都這麼愛我 為什麼你叫我跟隔壁人說 耶穌很愛你 什麼事啊 吃錯什麼藥啊 怎麼發脾氣啊 你跟老婆吵架啊 更年期啊 男性更年期啊 怎麼會這樣啊 很離譜啊 這個時代的人 以後請他都不去 那時候沒有這麼熟靈 那時候有些血氣 是不是很離譜啊 牧師來的 你怎麼牧養啊 心想啊當然 算了不來咯 又不是對你過世 是不是 就算咯 根本請我來的 道歉 不好意思 他人是這樣的 一直都是這樣 一直都是這樣就是藉口了 請那個很熟 一直都是這樣就是藉口 你們不會教他 你們不會講講他 不會幫他做牧師的 教牧團契嘛 同一個中派嘛 這樣都行 我是請回來的講完 這麼沒禮貌的嗎 一直是這樣就有道理的 是否離譜呢 即是我也覺得 這樣罵人很離譜 算了 這麼多年還記得 即是有一種 為什麼會這樣啊 救命啊 香港教會真是K型啊 很多K型的人在這裡 救命啊 屬令的沉悶啊 要拿走啊 屬令的被動啊 要拿走啊 是一種的興奮啊 是一種的脚弱啊 是一種耶穌啊 沒有人say yes 我say yes 就是源於我們對耶穌的認識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他 他是新郎 他要來了 沒有什麼重要得過在我們今生的生命 我們的心是 孕育出一種神聖的激情 對耶穌這種神聖的激情 約翰威斯利說 給我們十個這樣的人 可以改變世界 Holy passion 給我們一種神聖的雄心 可以為耶穌去得著 那些不冷不熱的人和教會 扭轉他們對神的看法 馬太二十五章有個比喻 馬太二十五章一到十三節 這個比喻我們都很熟 有十個的同女 我有編今的廣道 有些牧師請我去廣道 我說 如果我一講這篇廣道 你教會一定少一半人 五個聰明五個如絕 我說你想清楚才好 你請我來講 我一講這個 你沒有一半人 有間教會說 來啦 不怕的 你說啦 我都未出這篇廣道 他已經多了一倍人 十個同女我們很熟 那哪個 哪個 今晚 有哪個你覺得自己是聰明呢 請你舉手 嘩沒有啊 你覺得你自己應該是那個聰明的同女 我說 如絕那些呢 又不是 那你們是什麼啊 你們是半夜有人聲哭著說 新郎來了 那些啊 哈哈哈哈 那些很慘的 我不會做那些啊 大哥 那些是叫watchman 那些是沒有教訓 沒有教訓的 我們睡了 你都不可以睡覺 那你做啦 我就做聰明那個 你們做watchman嘛 你舉手啊 那些就是在這個 全部人都睡覺 但仍然有一些半夜 有人聲哭著說那個 好 阿門 你們這樣拍呢 耶穌真的是知道的 你到時不要賴我 為甚麼睡不著 為甚麼今晚睡不著 因為神要你祈禱 因為你是那些半夜有人聲哭著說 就哭出來 這個比喻就是有十個同女 是主要的 半夜有人聲哭著說 那些是配角而已 是吧 我們要知道哪些主角 哪些配角 翻譯這些比喻的時候 天國就好像這樣 五個聰明 五個愚絕 但是 為甚麼他愚絕呢 沒有預備有嘛 聰明為甚麼聰明呢 預備了有嘛 都是有燈的啦 都是在那裏等新郎來的啦 你不要說那個愚絕 我不等啦 都是在那裏等的啦 那然後呢 聰明 那些愚絕的就問聰明 就說 借些油 因為不夠用了 那個燈要滅了 聰明真的是聰明的嘛 聰明就是聰明了 我不借給你嘛 是吧 聰明又不是在乎他 他有那麼多 如果你蠢的話 你有 你借給他 你沒有啊 這些是聰明的嘛 所以這個世界呢 聰明的人就越聰明 愚絕的人就越愚絕 所以我再問 誰是聰明的 你舉手好嗎 現在舉手 你聰明的啦 是吧 現在不做半夜 有人升哭就說那個 剛才又說 又做聰明 剛剛做聰明 跟隔壁說你真的聰明 是啊 大家都沒有油 聰明的如果給了他 他自己沒有 所以他不給 所以他有 當他買的時候 門就關了 其餘的童女隨後都來了 主就叫主跟他開門 我們都很熟這個比喻 聰明的他們的燈是充滿著油 大家明白這十個個同類 如果比喻 教會或者我們在地上那個的服侍 我們今天的服侍 其實我們都一起這樣去服侍 不過呢 去到一個階段呢 就是耶穌回來之前那個服侍呢 是一個很關鍵的服侍 意思就是說呢 以前呢 你預備了 麻煩 以前你一向都是這樣做服侍的 以前你在教會一向都是這樣做基督徒的 不過去到末後的時間呢 你可能呢 你按照你以前的方式去做是頂不順 因為你不夠油 意思就是耶穌回來之前那些的ministry 那些的服侍 還有那些的教會呢 一定要改變 什麼改變呢 其中就是對耶穌的認識要改變 什麼認識要改變 就是要認識他是新郎 OK 要改變 然後呢 那些聰明的就是 就是有油 當然這個油 是聖靈可以說 是聖靈的同在 但是也都是 在說什麼呢 是他們在神的裏面 一個很隱蔽的一個生命 一個的生活 就是說 他們跟神的一個愛 他們跟耶穌的一個愛情 是很隱密 是很intimacy 很親密 那些跟耶穌的親密的履歷的歷史 造成他們在末後的裏面 能夠可以度過最黑暗最艱難的時間 可以營建到主 那些愚絕的 他們 他們 一直有服侍 一直有侍奉 但是他們只懂得侍奉 侍奉 服侍 做事 是最重要 他們沒有把愛耶穌 放在首位 他們可能放在次搖 所以他們不夠油 所以他們進不到 進入那個婚言的當中 講開又講 我 怎麼可以跟你分享 我跟耶穌的愛情故事呢 我怎麼可以賣給你呢 這個是這麼私人 是在我房間裏面 和主那種的呼求 有時對主表達的愛 有時對他表達那種疑惑 有時對主表達心裏面 那些的激情 有時對主表達那種心裏面 那種的不舒服 但是到最底 仍然說 主我仍然是很愛你 這些怎麼可以跟你分享呢 怎麼可以借給你呢 如果你現在不開始 就去建立你跟耶穌這個愛情的關係 去到最後 你怎麼能夠可以熬到最後呢 你不夠油了 所以明白 辛苦的身份 就是 最有效的 令到我們的心 能夠時事灌注一種的激情和力量 當我們進入去 末後最黑暗 和最邪惡的時代 在人類歷史裏面 我們目睹最黑暗和最邪惡的事發生的時候 在我們的世界是這麼多騷擾和不同的聲音 的時候 我們仍然很專注的 因為我們恩愛成病 我們已經病了 因為愛耶穌愛到病了 聖經形容 是甲子眼 其實 不是甲子 是一種叫斑溝的眼 那些的鳥 這種的鳥 他們只是看到對方 就是他愛那隻鳥 另一隻鳥 甚至 車來到車死 他們都看著 不會看車 是被車車死 聖經是講的 我們這一種 對主的那種的 情侍和愛 那種的專注 你不要告訴我 你做不到 聖靈今天已經 興起很多年輕人這樣做 聖靈已經興起很多成人這樣做 聖靈興起我們這些 四十幾五十歲的人 都快快手改變 去建立這個愛情的歷史 如果不是去到最後 耶穌說我知道你啊 不過我不認識你啊 啊 喂 西班老街175號 是我的辦公室來的 我那裡 我每個禮拜去那裡 我住在那裡 我在那裡 二十幾年了 我不認識你 為什麼不認識你 沒有愛情的故事 建立起來 這樣很痛苦 我的生命旅程 今晚講到這裡就結束了 隱言來的而已 不是 不是 我的心情可以用一句說話 講完 是啦 經貿隊以為是對的 就是 是由工人 變為愛人 就是由一個無愧的工人 變為一個激烈的愛人 這個是我神學院的緣份 提摩太后書二章十五節 你當決力在神面前得夢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 按住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是我1986年 我們近期收到一個WhatsApp 我們同學說紀念三十週年 三十週年 因為我1986年畢業 原來三十週年 三十年了 這裡有些人 都未出生 二十幾歲那些 一路這個緣份 我都是忠於這個緣份 揭力作無愧的工人 這個也是保羅勸面提摩太 我們都覺得應該這樣去做 但去到末後 主要我們 改變我們的身份 有一個無愧的工人 要變為一個激烈的愛人 因為唯有這樣 我們才可以捱得住這個末後 我不是說做工人不行 我不是說做工人 不要做工人 我做了二十幾年工人 是時候做一下愛人 那些不需要做二十幾年 現在一開始就做愛人那些 你說是不是很棒呢 我告訴你做愛人呢 他做的事是超越過一個工人所做的 那個標準是高過工人 那個時間可能是長過工人 因為愛嘛 因為我做這些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工人 因為我愛神所以敢做 我敢奉獻因為我愛神 我不敢奉獻不行 因為我愛嘛 不是我一定要敢奉獻 你知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嗎 求主幫助我們今晚呢 不只是聽 如果真是生命裏面呢 有一個醒覺 其實我的醒覺 我真的現在覺得 如果早點有這樣的醒覺就好了 不用熬了這麼多年 後來才 人家有這樣的醒覺 你還說別人有沒有搞錯啊 怎麼有這樣的醒覺啊 開頭 這一條的道路 走在這個醒覺的當中 都不是我做主動 我告訴你 如果神改變到我 他沒有可能改變到你 為什麼呢 因為主任牧師是最難改變的 改變一個主任牧師 我想成千上萬的天使歡呼 很難改變 因為為什麼很驕傲啊 就是你做到那個位置呢 你以為自己什麼都懂 而你沒有什麼空間呢 去讓神要介入做一些 和你頭腦想不通的事 所以我感謝主 連韻我的生命 給我 有機會 去更多 去明白到主對我的愛 我想都是有十年了 十幾年的 開始就是 在國際討告之家 就是哀嚇 他們 開始是二十四 他們現在紀念什麼 又是十六年 十六年的紀念 他們開始了 二十四小時 七日的祈禱 敬拜讚美 啟動了這個末後的討告運動 我明天會講 我 我不太明白他們做什麼 我看過 Mike Bickle那本書叫 The Passion for Jesus 看他那本書寫得不錯 聽他講到 一個字都不明白 不知道他講什麼 好 後來 我的老婆 大人 她跟我說要去IHO 很遠 去到Kansas City 哪有人去那裡 除了有IHO 飛去 我不去他帶幾個人 一起去 回來瘋狂了 所以我自己是訪 讀經 祈禱 敬拜 那時候的女兒不是很大 我心裏面 有一種的疾度 就是你 祈禱那麼長 就是顯得我 祈禱很少 你這麼努力讀經 就是顯得我 不是很讀經 你這麼瘋狂為耶穌 就是顯得我 沒有了 但我是主要牧師 開始 說一些不好的話 不用顧家的嗎 不用看著女兒嗎 不用照顧女兒嗎 去聚會 帶兩瓶水 為什麼要帶兩瓶水 那些聚會很長的 很長的嗎 我們教會的聚會準時完 那些聚會不準時的 很瘋狂 最後我決定要去找個究竟 這幫人 是不是異端 是不是邪教 為什麼我老婆去幾天就改變 發生什麼事 然後在那裡一個月 現在我說的東西 大部分在那裡學回來 大部分在那裡學回來 大部分的 什麼新郎的神 什麼 但是那時候頭腦 都講聖經的 這幫人都不是很邪 有一晚帶我去Night Watch 什麼叫Night Watch 就是他們 凌晨十二點到六點 在祈禱室那裡祈禱 好啊去看看 二百多個年青人 然後那個負責Night Watch 那個負責同工 就說這個是最黑暗的時間 是沒有人祈禱的時間 我就想 你這裡沒有 香港有 時差 你不知道這個地球是圓的嗎 你是不是驕傲 是不是做主要幕式 是驕傲 讀了一些神學 我心想 喂 這些神學 Night Watch 神學 怎麼可以的 怎麼建立那個神學 怎麼可以說 所有人都睡覺 地球有另一半人 沒有睡覺的 那些人都在祈禱 但是那點不在這裡 那點就是 在最黑暗的那個時間 有一幫年青人 有一幫人 他願意為耶穌 愛耶穌的緣故 哇 二百多個人 他們不是一晚 他們是半年 過這樣的生活 變成了蝙蝠俠 是不是 是夜晚 夜出夜入 哇 我去了一晚 我都好像要死 那樣 我真厲害 第二天怎麼搞啊 搞亂我的時間 真的 那些人是半年在那裡 哇 有沒有搞錯 什麼 激動他們 什麼 推動這些年青人 十幾天 二十歲 滿有精力 是不是 荷爾蒙作怪的年紀 他 壓制了荷爾蒙的衝動 走來祈禱禁食讀經 什麼事啊 都是美國 大部分是美國 這一幫年青人 我就知道 這一 這一件事呢 不是那麼簡單 我知道有料到 你是一種屬靈的觸覺 你知道不是邪教 你知道他們是因為愛耶穌的緣故 那一年去一個月 跟著回來 好像骨牌效應 今天沒時間啦 一路數下去 骨牌效應 以至 我被捲入這個 末後 討告宣教運動的漩渦 搞到連教會都沒有了 但是很開心 感謝主 我的 外人交給你啦 謝謝 還有 明天 未來 感谢观看